暑假到来,亲子出游,有家长带着孩子造访屏东潮州铁道园区 临时想上厕所却得考验着家长们的体力 要前往厕所的无障碍通道,像是蜿蜒长城一般 要绕个四五圈才能够抵达 画面曝光之后,引发家长热烈讨论 有人苦笑,宁愿选择扛着婴儿车走楼梯可能还比较快 但对此原方也澄清,当地结合铁路设计 不单单只是无障碍通道 急着上厕所得先通过挑战赛 不夸张,上演九弯十八拐厕所版 家长推着婴儿车冲啊,左弯右拐要圈圈 上完厕所来,再来一次 妈妈就会觉得很辣 要支撑小朋友,不要让她往下 如果这样子上个厕所,会不会来不及的 感觉有可能 现场在这里,斜坡设计一连好几圈 推婴儿车的家长,脚得不时刹车,hold住孩子 应该没办法,没办法扁那么久 如果有推车就比较方便一点 这样子就有点比较远 圆坡日前分享亲子育儿 在潮州铁道园区找厕所 遇到的特别设计 是很美,但有孩子的网友 有人直接放弃说扛婴儿车走楼梯 比较快 原来不只是无障碍通道,还结合铁路设计 晚上打灯是著名王美景点 一旁有电梯,只是这波蜿蜒程度向长城 要是急着找厕所 难免被震撼到 记者苏世伟,评论报道